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858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作为深圳机场开通的第四条国际货运航线 深圳至圣保罗货运包机航线 是深圳飞往南美的首条全货机国际货运航线 也是首条至金砖国家的跨境电商空运专线 今年1月深圳机场今年首条新国际货运航线 深圳至多哈至伦敦正式开通 随后深圳机场联合国内外航司 新开了巴黎烈日等国际货运航线 据了解今年以来 深圳机场新开了多条跨境电商专线 空运跨境电商货量同比增长超过70% 一季度深圳机场货油吞吐量达33.4万吨 其中国内货量稳居全国第一 国际货运增速领先国内其他大型机场 2023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物流中心 具体包括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推进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打造世界级零空经济带 日前召开的深圳2023年度 全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 大力发展国际航空货运 引导航空公司和物流运营商 加密通达全球主要货运输纽航线 鼓励中外航空公司执行客改货和加密货运航班 开展跨境电商带电货物航空运输试点 推动跨境电商空运进出口货量增长25%以上 进口生鲜冷链货量增长20%以上 接下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周顺波 周先生您好 航空货运中心落户深圳 您认为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菜鸟的首个航空物流中心落户深圳 对我们整个昆港新物流枢纽的建设 会有很好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因为航空物流中心本身是面向全球的 这样的一个货运的组织 有更多的这种国际航线 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应该说对深圳打造面向亚太的航空物流枢纽 形成一个区域的航空物流的hub 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大家都知道菜鸟是我们中国的这种 供应链和物流领域的这种头部的企业 它落户深圳应该说会有很好的一个示范效应 它会吸引一大批的这种示范的 向下游的一批航空物流的总部企业 在深圳集聚 那么对深圳的这个城市的地位的提升 辐射能力的提升 应该说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意义的 另外您怎么看深圳制圣保罗 全货机航线开通的重大意义呢 巴西是普与西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就是我们双方的经济和产业结构 是有非常好的互补的作用 这条航线的开通 对我们国家跟拉美之间的经济的互动 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注意作用 对于整个航空物流的生态链来说的话 打造一个更完善的面向拉美 面向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航空货运的生态 那么今年一季度深圳机场的货油的吞吐量 是非常喜人的 您觉得这释放了哪些信息 那这样的成绩背后有哪些推动的因素呢 从一至二月货量的情况来看的话 一方面是反映了我们深圳的实际经济 增速应该说还是复苏还是比较强劲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出口外贸 还是比较乐观的 从区位优势来看的话 深圳比邻港澳 然后跟香港的机场有很好的这种分工协作的优势 然后现在这种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2021 2022深圳机场仍然是在非常努力的 在布局这种国际货运航线的网络 这一方面是因为深圳市政府的大力的一个政策支持 另外一方面就深圳机场 本身的客运和货运方面的一些努力 把货运基础设施的不断的优化完善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您看来深圳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物流中心 那么在航空物流这个方面还需要如何发力呢 仍然是继续要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力度 包括我们的三跑道 T4的航站楼 国际货运的一些配套的基础设施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国际的航线网络 尤其是货运的航线网络 如果跟亚太区域内的一些其他的收纽 像首尔包括新加坡比的话 我们仍然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航线网络仍然是需要去加强补足的 这也是深圳机场过去的一个胆板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基地的货运航空公司 如果我们再精心的去培育 或者扶持基地航空公司起来 那么深圳机场航空货运物流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